經過了一年以後 你已經變得是更轉位 除了不但是史上第一位被總統告的人 而且被通緝 現在還更厲害了 現在連護照都被沒收了 現在想回家都回不了家 不但回家回不了家 連出美國都有問題 我在猜測啦 我覺得蔡英文是不是很擔心你 會像這個Snowden一樣 因為Snowden 長輩的是美國的這個 門禁計畫的這個機密 國安機密 那你彭P呢 掌握的可以說是台灣最高的機密 這個機密是什麼 就是蔡英文的模式是假的 所以我想蔡英文可能也是怕你 這個在串起來 真的是看起來 您這個可以說是 越來越大部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臨時加播的休斯頓論壇直播 好 網上的朋友 因為今天我們提前一天來直播 加開 所以請網上朋友幫我們宣傳一下 幫我們轉發一下 今天很難得的 再一次的 再一次的邀請我們彭文正教授博士所長 到我們節目中來 那當然這個彭P跟我還有一個特殊的連結關係 因為他是我的高中學長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百忙之中 再一次請到彭P 學長您好 哎 學弟好 優秀的學弟 中正學弟 你好 所有的這個朋友們好久不見了 聖誕快樂 是這個就在這個平安夜之前 這個邀請您來 當然邀請您來 絕對是有重要的事要來談 那我們今天當然要談的就是昨天剛剛宣判的這個 蔡英文論文不存在案 其實這個案子已經纏頌了三年多了 只不過算是一個續集 那當然我們在談這個之前 我相信我們網上朋友應該都很清楚 我們彭文正博士是政經關不了的主持人 那彭P你政經關不了從二零一九年五月開始 到現在已經四十四個月了 一共多少集啊 我算一算大概有一千三百多集了吧 每天都開啊 對對對 我現在我就是三年 我是五月一號嘛 五月開播嘛 那到現在為止已經超過了三年七個月嘛 三年七個月的話呢 就是一千三百零五集 一千三百零五集你的數學比較好 那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 我之前查了一下 沒想到這時間過得很快 一下就一年多 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已經是連線的時候 已經是去年的十一月 這一轉眼就一年 那這一年當然很多事情 那原本以為啊這個疫情就能夠趨緩的 沒想到這個俄烏又打起戰爭來了 打了一打就打了一年 從年頭打到年底 然後呢這個美國的選舉的紛擾 那再到台灣整個選舉的紛擾 大家都看到可見這個2022年呢 其實是讓大家覺得還是很郁悶 還是很郁悶的一年 當然呢我們一直都對你很關注啦 尤其我對你特別的關注 時隔一年啊 我看您現在這個氣色很好 不過我知道經過了一年以後啊 你已經變得是更大尾了 更大尾了 對 對不對 除了不但是史上第一位被總統告的人 而且被通緝 現在還更厲害了 現在 現在連護照都被沒收了 想出 想這個 通緝13年嘛 對不對 現在想回家都回不了家 不但回家回不了家 連出美國都有問題 我在猜測啦 我覺得 蔡英文是不是很擔心你啊 會像這個Snowden一樣啊 這個 因為Snowden啊 掌握的是美國的這個 能進計畫的這個機密嘛 國安機密嘛 對不對 那你彭P呢 掌握的可以說是台灣最高的機密 這個機密是什麼 就是蔡英文的博士是假的 所以我想蔡英文可能也是怕你啊 這個在竄逃 所以這個把你困在美國 我現在別說是要回台灣了 現在連美國都出不去了啊 真的是看起來 您這個可以說是越來越大尾啊 對 這個 這是你知道這個法骨精完人啊 這個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人啊 真的嗎 另外一個就是 你有見過你在中華民國史上 你去看電視對不對 可以明天把你消失 但不會被通緝嘛 對 不會嘛 也不會講 也不會告你嘛 所以中華民國史上 沒有一個人被現任總統告過 真的沒有 對 就只有林環牆賀德芬跟我啊 馬英九告過民進黨 對 那黨主席作為一個這個民進黨的負責人 當然就是會變成是這個機構的負責人 但是沒有一個現任的總統 針對一個平民老百姓啊 我是平民啊 真的啊 二百民啊 賀德芬也是啊 林環牆也是啊 咱們三個一生都沒有做過關 一生也不願意做過關 我們真的是 這個成本不一啊 公公於台北 對不對 不求問答於諸侯 狗拳性命於亂世啊 咱們就這樣的人 這樣的也能夠有這樣的龍寵 被這個皇上告 我實在是我這祖坟都冒煙了 真的冒到那個消防隊都來了 好大的煙啊 所以這個是前無古人 肯定後無來者 我不騙你 中正你在那個休息論壇 你號召看看 有誰能打破我記錄 我隨他變 我這一輩 你看啊 被總統告了對不對 這已經夠厲害 我以為我已經到頂了 沒想到還有更大的頂 就是我竟然被通緝了 搞一個讓我打世界盃 對不對 就是在我家那個大安區明朝裡 打打那個李明辦公室打一打就可以 現在我打世界盃 世界盃打了一半 突然被徵招 你知道 就是要代表那個打奧運 突然打什麼隊 打那個奧運難民隊 現在我連個護照 一張都沒有了 有人說哎呀 我是不是我用美國護照 沒辦法我真的沒有啊 如果那個學弟你有的話 你借我一下 是 我先去把我頭剃 髮型稍微修一下 我應該 你的那個照片應該可以借我用 對 這樣你會犧牲很大 哈哈哈哈哈哈 對 我是覺得很奇怪 這個怎麼可以把護照 都給這個沒收了 這個在美國呢 護照基本上 國務院是沒有這個 deny的權利了 除非說 deny 除非啊 就是說你送件的時候 資料不全 會被decline 或者是說呢 要不然就欠稅 要不然就欠稅 要不然就是已經定罪的 定罪保釋在外的 這個有可能 不會核發護照 否則的話呢 基本上政府沒有權利去 去這個註銷人家的護照 甚至於不發護照 那你的情況 甚至於是把護照整個沒收了 現在看樣子 不但回不了家 連美國都出不去了 這真的也是史上非常 這個非常令人 這個匪夷所思的事情 這樣的註 blessing 那個頭的 在泥 那些信心 有說 這個 我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